台北市议员王世坚今天下午会同台北市卫生局抽查一家知名的连锁烧肉店 王世坚掌握到这经营者呢就是之前传出问题牛肉的树森公司 执意树森左手进口右手直接卖给消费者 向最新状况我们立刻连线给记者曾心佩 值得主播台北市议员王世坚和台北市卫生局人员下午直接到知名的连锁烧肉店进行查查 卫生局人员直接进入厨房要求业者将冰箱里的肉品切块取回检验 这样大动作就是因为这家知名烧肉店日前是更换了经营团队 新的经营者就是之前爆发进口问题牛肉的树森公司 这样的经营关系让议员质疑肉品检验会出现漏洞 有恃无恐的一而再再而三进口这些毒牛肉 原来就是他们掌握了餐饮的通道 他们直接经营了餐厅 他们把毒牛肉糖而黄之的直接塞到消费者的嘴巴里面 之前素森被查获12公顿的问题 牛肉目前全封存在基隆的仓库中 有卫生局监管 素森公司总共被开罚96万 而连锁烧肉业者则表示只要查出牛肉有问题会立即下架 但目前还是会由素森公司来提供肉品 不会更换厂商 以上是目前的最新情形 我们把镜头还给Pony主播 好我们看到素森经营连锁烧肉店 也让议员王世坚质疑这个毒牛似乎是有漏洞